假如我穿越到一千年后 说谁差事 老师你考吧 这回我肯定会了 你会个灯笼啊 上次考试你就两份 是啊 你别气老师了 我真会了 你们可以考我 老师 你给我考他 答不上就开除他 那好 古人表达无语怎么说 双Q 我真的双Q了 那古人表达义语怎么说 一毛 我一到晚上就一毛啊 还会造军呢 你真会 老师 他肯定是懵的 您考着男的呢 好 我说上去 你拿下去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BBQ了 再考你一个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这都没讲的吧 这可都是高年级的知识啊 太好了 我教出天才了 你等着 我去汇报校长给你跳级 真能得 跳级你就要学古诗了 什么古诗啊 我看看 青花纸 学扎最后的倔强 学霸其实是一群智商偏低的人 学霸考90分 学扎考60分 但是学霸用了17周 119天 可学扎只用了一周07天 所以学扎只用了学霸的5.8%的时间 完成了学霸的66.7%工作量 所以学扎学习效率是学霸的1133倍 这说明了学霸其实就是一群 智商偏低的人 我小时候吵架 你的头像啤酒 一脚踢到北户大楼 现在的小孩子吵架 我用的键盘是9键 而你的键盘用的是26键 嘿哟 你可真是比我键多了 轩哥的沙雕发明 大家好 我是轩哥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 可以让你在生存模式下快速获得钻石 你只需要以下五种方块 加一个拉杆 只要方块按照我给的形状摆放好 一定要按顺序摆放 不要放错了 然后在工作台上加一个拉杆 刷战机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现在只需要拉动拉杆 工作台就会自动工作 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就行了 好了 现在我们打开墨影厢看看 哇 满满一箱钻石 今天的操作有点难 建议反复观看家学习 你学废了吗 假如学霸在我的世界 数正方体 学霸体 属不属 你 头顶交速法 啊 头顶下 你 下 你 属你 属霸体 头上 往下 属 不是 头下 上 属 不是 头上 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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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 上 上 下 上 下 下 老梗 復活 一位傻不垃圾的宣哥 不慎从高楼掉落 但是他嘴里喊的不是救命 你猜 他喊的是什么 后颜 不尽 他真的好可怜 快来给他点赞 重生 赶紧去奖状妹 跟着 一位傻不垃圾的宣哥 拥 一位傻不垃圾的宣哥 与 感觉讲到没